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火狗 现在我在海拔4400米的西藏阳府的旁边 真的很开心来到这个就是雪域高原 外来寂静,这里安静的可怕 空气好的简直是让我要陶醉 今天出来了之后,我们租了一个车出来 明天我们就不出来了,为啥子呢? 因为明天我们要在我们住的这个公寓里面 请我们在西藏拉萨的父亲的这些粉丝 只要你在西藏,这样子说嘛 只要你在西藏,愿意来 我们明天都在拉萨等你 我请你吃啥子? 吃24回牦牛菜 我觉得到了这个青藏高原 不吃点牦牛,那简直就是北来了 但是牦牛以前的做法相对比较呆调 那么我们这一次,我准备用牦牛肉 来做一个24种味道的呈现 其实以前,我没有来过这么高的 就是拉萨,没来过 更没有在这个高原上做个菜 明天对我来说呢,也是一种挑战 如果朋友们有兴趣 你们可以就是说,观众们火焰加场 在后台私信给我 到时候我们给你发地址 欢迎你们下午就可以过来 和我们一起泰讨 这种美食的制作 更多的采用美食 我们也可以大家共同来泰讨 不光是制作,经营 还有就是说,我们家人的感受压力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唱所欲言 我是你们的火锅 明天我来拉萨登记巴斯的呗